我们以往介绍到民国这段历史的时候 经常会提到一个国民党的机构 名字叫军统 后来改名成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 咱们看前府里边的于泽成 就是在国民党保密局的天津站工作 那么这个机构是干什么的呢 它只属于蒋介石管 等于是蒋介石直接指挥的这么一个特务机构 负责情报收集 包括暗杀一些秘密任务 一开始呢 戴笠是这个军统的头子 后来戴笠出意外 飞机实施死了之后呢 换上了毛日风任保密局的局长 那么这个保密局下边这些特务 组织暗杀那是强项 要是被他们盯上来 进入他们的暗杀黑名单 没几个人能活得出来